王丹的新書 《王丹的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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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歡迎大家來參加 今天王丹的新書媒體查詢 《王丹回憶錄》 《王丹回憶錄》 《從六四到流亡》 就像剛才莫總講的 我本來其實沒有 真的很想這麼早就寫 其實我說我要寫了之後 遭到四面八方的質疑 你才幾歲你就寫什麼回憶了 包括我雙親在內 都說我們還沒寫呢 輪到你去寫 但是 一個是因為我確實是有一些 親朋好友 好朋友然後有些尊敬的長輩 其中有一位今天本來該來也沒有來 就是一再的督促我去寫 那我這個人其實是 尤其對於關心我的長輩來說 我是很難抗拒他們的 一些殷切期待的 所以對我來講有壓力 那另外一方面當然我覺得 我也有多少有一點這個責任感 因為我想那個事情 1989年 是我經歷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是主要當事人之一 現在很多人圍繞那個事情 都有寫一些回憶 可是我覺得慢慢的開始 尤其包括中國大陸90後的年輕人 都開始對這個事情有興趣 那我作為當事者我覺得 如果我沒有力量做到 把六四平反或者讓中國民主化 至少我有力量可以做到說 留下我自己的歷史見證 那我覺得這一點如果我不做的話 我就會覺得心裡很會揪 所以其實我很從來 我大概陸續續到現在出了十幾本書 都是爛於充數的書 可是就從很少有一本書 像這樣就是我放下手頭的工作 放下教職然後回去 真的是從第一個字重新開始寫 寫到最後一個字 我算是很認真很認真地去寫這本書 寫的好壞我覺得我不管 但是我覺得我確實有傾注這份認真在裡面 那為什麼會這麼認真寫 我覺得對我來說 有兩個很大的寫作動機 一個就是我確實我作為一個中國人 來自對岸中華民眾合國的人 我確實內心有一種怎麼說不平 因為今天中國雖然經濟崛起強大 就是肌肉很發達 但是在全世界的眼裡 它是個肌肉雖然很發達 但是沒有精神沒有靈魂的國家 基本上我們對中國都有這個印象 它就是個有錢而已 它就什麼都不就是只有錢 其他的都是被大家所詛病 那我當我作為中國人 其實我感覺又難過又無憤 因為我經歷過不是今天的中國 我經歷過1980年代的中國 那那個年代的中國 以及整個80年代的結晶 就是1989年 那是其實中國精神上 非常的向上的一個時代 就是中國人不是像今天 這樣被大家看到 好像只愛錢啊 或者只管經濟啊 實際上它確實有 就是有精神昂揚向上 然後老百姓都是追求民主的 這麼一個時段 我覺得這個時段 如果被大家忘記的話 我作為一個中國人 覺得很不平 我想把這個時代寫出來 這就是我這本書的 一個人一個時代一個國家 我不希望這個國家 因為我畢竟是他的一個成員 我不希望這個國家以後 留在人類的歷史上 就是現在這麼一個 令人不能滿意的狀況 它畢竟過去有過好的事 不應該被忘記 那第二個呢 我是覺得 因為我現在做老師嘛 我接觸院 即便都是青年學生 那我也接觸了很多 來的交換生路生 那麼我覺得 我都已經活到這個份上了 就是已經不再年輕人了 從當年的學運先鋒 我現在終於升格為黑手了 就是對我來說 我也在想說 當年我做過那樣的一件事情 那現在我還能做什麼 我顯然以我這樣的年齡和體重 已經不太可能就是去上街 跟警察出面被抬 很少警察能抬得動我了 那我還能到底幹什麼 我覺得 我就是要做一件事 心火相傳 我覺得這是不僅是我做一個教師 還是我作為一個前 曾經前什麼學運領袖之類的 這個心火相傳 成了我很重要的一個心事 就是我要把80年代 中國的那種精神 把它傳承一下 就讓年輕的學生知道 說作為一個大學生也好 作為一個年輕人也好 是應該怎樣去關心社會 以前有一些人曾經那樣做過 也許他們失敗了 但並不代表那件事就是錯的 那我覺得這個 可能跟我的職業有一點關係 所以這個也是我很 很強的那個使命 那當然我想整個 我雖然寫了二十幾完字 基本上還是圍繞著我自己的見證來寫的 所以我不敢說 我完全反映了當年那個時代 那個國家 所以我一定要加一個人的前提 就是 這是我眼裡的那個國家的那個時代 那很多人以為說我這本書 其實主要就是寫六四 其實並不是 六四當然佔了一個比較大的篇幅 但是其實我覺得我花了一個很大的篇幅 非常用心的 我其實更用心的去寫的 是1980年代 尤其是我在北京大學那兩年 就是1987年到89年 六四爆發之前 那個時代 我覺得是我一生中經歷的 應該說最美好的時代 就是我們 為了一些理想 曾經做過一些努力 付出了很多代價 但是大家到現在其實也不會覺得多麼的後悔 你知道呢 你就是按著祖國的那個旨意 就乖乖的走嘛 乖乖乖 叫他們逗威脅的 乖乖 你就聽我的 對 你就 你就 憑不清人啊 你現在說不定已經就在 就在 就在中南海了 那為什麼你就不乖呢 在中南海掃地 我比較喜歡體力活 那個時候你的心境到底是怎麼回事 嗯 我想說的也有一定道理了 其實我 其實我書裡有寫到 還說一講 我如果沒有卷進這樣的什麼 這些學生運動 這些十八大咱們沒有希望了 還太年輕了 二十大之類的 我覺得還是很有可能了 所以我那時候高中考大學的時候 就我那時候已經是北京市市級優秀團幹了 非常高 我是正宗團派 今天那什麼李克翔這些 我覺得不太比我更正宗 我高中的時候我就是 團中央什麼肯壇會的成員 最年輕的團中央肯壇會的 就我真的要是 就是要走上去的話 搞不好真的會有一點 正觸及應該沒問題 現在 跟副局也有可能 那可是為什麼 可是我跟聲哥不一樣的地方說 聲哥說他可能因為心裡不平衡 可是我覺得 我就因為心裡太平衡了在做這些事 就是我們那一代大學生 我們真的是在一種比較 就是思想上 比較養分充足的環境下長大的 我說養分充足是說 整個社會氣氛比較開放 領導力比較開放 我們也看了很多的書 我們的老師什麼都教導 所以我們整個處的環境就是說 一個大學生 你當然應該關心社會 而且你要表達你的理想主義情懷 所以做你在你眼裡的說 好像你怎麼走這條路 可是在我們那個年代的大學生當中 他那個反倒是一條正規的路 就是去關心國家 關心社會 這正是這個社會 對我們每天都提出的要求 我們認識就是因為我太乖了 我才上街了 這個你繞過來 就因為我太乖了 然後去做了最不乖的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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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